1月12日,郑嘉颖妻子陈凯玲于1月11日入院顺利产下第三胎,母子平安,并透露三胎宝宝性别同样为儿子。 郑嘉颖与陈凯玲不仅四年抱三,而且三胎都是儿子,容身无口之家。 现年53岁的郑嘉颖和31岁的陈凯玲于2018年结婚,婚后诞下大儿子郑成月和二儿子郑成亮,如今四年抱三,真是可喜可贺。 有媒体联席郑嘉颖,郑嘉颖则回应,多谢好多朋友祝福,全部收到。 总之感恩上天安排,心满意足,母子平安多谢关心。 郑嘉颖与陈凯玲早前宣布怀上三胎,并透露三胎将于春节前后出生。 郑嘉颖此前公开现身参加活动挣奶粉前,一向宠妻的她谈起怀孕的老婆,言语间都是宠爱。 郑嘉颖透露,太太这次怀孕比前两次都辛苦,自己在身边也苦于帮不上忙,并透露太太脚肿抽筋,自己只能充当按摩室给太太按摩, 夫妻俩等待孩子出生,让太太尽快脱离痛苦。 郑嘉颖也透露,三胎出生后会在一百天的时候安排旅行,让家人放松,也让辛苦的太太开心。 郑嘉颖透露家里的两个儿子有无限的精力,还苦口婆心劝身边的朋友要早点要孩子, 还祝贺好兄弟马国民同汤洛文正式订婚,让两人快点生孩子。 郑嘉颖与小22岁的娇妻陈凯琳结婚后,趁热打铁开支散叶,两人更是四年抱散,最辛苦的就是陈凯琳,幸亏她年轻,也非常乐意为郑嘉甜丁。 郑嘉颖1993年初以歌手身份出道,后来进入演艺圈,先后出演天幕下的恋人步步惊心怒火街头天眼夜问外传。 张天志反贪风暴四等,曾凭借怒火街头陈武廖师弟,一直忙于事业的她,在半百之年才结婚,娶了小22岁的陈凯琳。 陈凯琳则是港姐冠军出身,曾与郑嘉颖一起出演将,嫁给郑嘉颖后,即使怀孕也参加各种活动,事业心满满。 近日,郑嘉颖在出席活动的时候被问及是否会继续追身四胎,郑嘉颖还表示,这个自己还没有和老婆商量过,毕竟是老婆受苦,所以自己要和老婆商量沟通,并且这种事情也是要随缘的。 不过郑嘉颖补充道,自己是不介意多生几个的,可见郑嘉颖和陈凯琳还可能会继续追身四胎,甚至是五胎。 恭喜,郑嘉颖、陈凯琳官宣三胎得子,女方四年为老公生三儿子,最后我们也为郑嘉颖和陈凯琳送上祝福吧。